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动作可以增加大脑对自己远端肌肉的控制 如果你是运车或者是运船的话 就是练这个动作可以防止你运船或者运车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动作事 这个动作是一般是不会运船的 这个动作是不会运船的 但是在自己家的小区或者是附近的公园可以看到单框这样的器械 大家可以从过这种器械来面下自己的附近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试试 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你可能勾腿 做了自己的腿力 腿没有力量 所以在做的时候可能会勾给你掉下来 所以在做的时候最好找一个伙伴或者是老师来帮助你 那么这个动作咱可以做一下组合训练 和音频向上做组合训练 我想要给大家做一下试试 好 就是这样的动作 大家可以先做两个音频向上 然后再变换做成刚才的一个全脆减肤 这样可以刺激到人的背后肌和人的腹部的肌肉 这样当成的腹部的肌肉 好 咱们的背后一练出来之后 那咱们的三大的边腿可以更有力量的去打传 打传那种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看工作的视频和与我联系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朋友们 咱们下次再见 onto那个课程 要联系的话 融 Nacional 有点稳定 又没这么联系 对